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质9的频道 有在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应该都曾看过 我们过去出过不少其内容 讲述关于冷汗或者点汗如何避免偏糊散糊 这其中的变因真的有不少 但是最令我感到疑惑的是 即便我已经尽可能列出可能影响的因素 但总是有客户时不时反应 尽管他已经尽可能按照我建议的 什么母材要干净,气体前吹后流要充足 乌棒要打磨干净 乌棒针尖要尽量靠近垂直与母材 可是还是时不时点一阵之后 就开始出现偏糊散糊 这个时候观察乌棒针尖 经常能发现针尖已经灰白氧化 重新拆出乌棒,打磨一下就又能恢复 这真的是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为了得到问题的答案 我可以说是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进行了尝试 甚至也请教过英国亚汉枪知名品牌 在Pawel的高层,这偏糊散糊跟亚汉枪有没有关系 也为此买了样品特地送回台湾给高手试用 得到的结果是有改善但是无法完全避免 为了探究问题的真相,我们甚至跑到客户处 高门量测这所谓正常点焊与偏糊散糊时的波形 奇怪的是,这两者之间基本没有差别 所谓的偏糊散糊,从电流波形观察起来 无论是焊接电流还是焊接时间 还是一股瞬间的波形 甚至是细部的电流连波 都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亚汉机是定电流型的电源 如果输出电流与时间是按照设置在跑 那么说明机器确实是按照剧本在演出的 并没有遭惊 遗憾的是,就算我们已经证明了机器没问题 但这并不能解决客户的问题 而且最糟糕的是 我们就算能解释说服一个客户 相信这不是机器的锅 就算能跑现场量测证明给一个客户看 也不可能说服所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客户 或者刨骗所有的客户 到后来,我又发现 遇到这种情况 重新打磨5棒不是唯一解 另外一种办法是 将焊机从点焊冷焊改为2T 然后找块废板直接点个比方2-3秒 这时又可以将状态回复 回到波波响无偏忽散糊的银亮焊点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跟焊接高手丁师兄探讨过 丁师兄说 他也是这样处理的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试剂难题了 究竟有什么办法 能让点焊冷焊可以免任何操作 也能持续点点点 不需要被打断呢? 废话不多说 直接在此公布我目前的最新心得 答案就是 适度延长焊接时间 减小焊接电流 例如,如果我原先使用200A15ms 那么改成120A30ms 立刻就能大大降低 出现偏湖散糊 乌棒百物等问题的几率 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 引壶瞬间从高周波打出到电壶产生 每一次的引壶都需要时间 让电壶从发散到收敛 而这个时间并不固定 好的焊机可以做到尽量短 但是外部条件也会影响这个时间的长短 一个正常的引壶可能仅仅需要两三毫秒 而做口差的时候 却可能达到七八个毫秒 这对于十几个毫秒的总时长来说 将是致命的影响 使得整个焊点都不能成型 适度增长点焊时间 这能让引壶瞬间的一点点时间 在整体点焊时间中的比例有所下降 降低带来的影响 当然这一切都得有个度 有个适合的平衡点就是了 关于这焊接时间增长 为什么有所改善的原因 我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例子 蓝晶不怕得癌症 因为肿瘤这种东西 无论是在人还是在蓝晶身上 大小都不会差太多 尤其生长的极限 对于几十到一百多公斤的人类来说 几十上百毫米的肿瘤 那是致命的 但是对于体积庞大 几百顿重的蓝晶来说 这大小相当于人类长颗粉刺还不如 而至于乌棒白雾产生的原因为何 我个人猜测 应该还是跟乌棒温度 牙气气流有关系 持续拉汗中的高热发红乌棒 肯定不会氧化白雾 只有在焊接结束时才会产生 而连续拉汗也不会 因为较长的焊接时间 似乎能把氧化成都烧掉 而连续点汗冷汗偏偏就是那种 乌棒冷热交替温差变化极大的操作 要避免氧化除了确保气体保护充分 另外一个思路就是适度增长焊接时间 那么即使开头偏乎散乎 由于时长足够 仍足以形成可用焊点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以上就是截至目前为止 我的最新心得 不常识大公开 YouTube的观众们 这是不收钱就能看的 给个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不过分吧 B站朋友们 给个一键三连不过分吧 关注我们 了解更多关于焊接与汽车版权修复的 知识与经验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